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为什么女人一咳嗽尿就会滴出来 其实在我的门诊里面有很多妇女会来问我这个问题 咳嗽尿滴出来有可能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膀胱过动 有些人膀胱过动 那她一咳嗽尿跑到尿道 就会产生膀胱过动 然后尿就滴出来 这种滴出来的尿会比较多 另外比较常见的就是妇女 在咳嗽的时候尿道松弛 所以尿就会跑出来 这种通常是来自于多产的妇女 尤其是三四十岁以上 或是停经以后 那她的尿道会因为骨盆底松弛 而变得比较松 所以当膀胱比较胀尿的时候 她一用力咳嗽 膀胱会往下坠 尿道也会打开来 这时候只要你的咳嗽力量过强 超过尿道的阻力 尿就会漏出来 那有这种问题的妇女多不多 其实是蛮多的 据统计呢 十个妇女可能就有一个 偶尔会有这种咳嗽漏尿的情形 但是真正的很严重的话呢 可能差不多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需要用护电 要不然就会影响到她的生活 或是出外旅游 其实有这种问题的妇女呢 如果还可以做骨盆底的肌肉运动的话呢 只要持之以恒做好运动 可以让你的尿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比较强韧 这样子也可以减少肉尿的情形 但是如果比较严重 用运动没有办法改善 就可能要做骨盆底的一个手术 利用这个吊带呢 在尿道下面放在那边 支撑着你的尿道 在咳嗽用力的时候 当膀胱下坠 就会得到一个支撑 这样就可以节省 减少肉尿的情形 甚至可以改善肉尿的情况 当然除了骨盆底运动 手术之外呢 最好就是自己要有行为的疗法 也就是说 要注意不要喝太多水 不要太脏尿 而且觉得有尿意就去解掉 让膀胱保持健康 这样就比较不会漏尿 有漏尿的妇女很多 但是好好的治疗 还是可以改善生活品质